大家好我是文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句子是文法题目一到第五题 你要认真看认真写 好我们马上看一下题目 他说his phone number is 2262338 他告诉你说如果把化线部分来照原问句 重点就是说他今天把这个遮起来的时候 请问一下他是问人还是问东西呢 他是问who还是what呢 OK你就很清楚 我知道他是问东西的 他是一个what开头的 what 那这个句子就改成一个问句 只要跟主B对调就可以的 主词跟B动词对调 所以这个地方要带到前面去 what is his phone number 只要是主词跟B动词对调就可以的 我们再讲一次他因为他是问东西的 所以他必须用what开头 而且他是问句句尾加问号 只要是主B对调 句尾加问号就是改成一个问句的 他答案是what is his phone number 这个句子的声调往下降的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的地方 他说the girls the boy's sister 那化线的部分呢 他要变成一个代名词 所以我们知道the girls 这个女孩子是这个男孩子的sister 所以我们很清楚主词是哪个词 主词是the girl 这个女孩子是一个主词 那重点呢 他今天用代名词 所以代名词的主词the girls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女的 所以他是用she还是he呢 我知道你答对了 一定是用she的 好所以答案是she 既然他缩写 我这个地方应该是缩写的 后面呢是the boys 这个男孩子的 所以你很清楚 他是个所有的男孩子的sister 所以the boys 他的代名词用哪个词呢 用哪个词 he's as her 所以用his h i s 所以呢 his sister 也许你强调可以强调这个地方 he's his sister 你答对了吗 好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题的地方 好大家仔细看 第三题 他说number is rosis what telephone 他今天要把这个句子给重组 所以这个地方有个句子说what开头 再加个B动词 再加个B动词 再加那个主词 因为它本身就是个问句嘛 主B对调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字是quad开头的 rosis的ros的电话号码是几号呢 所以我们很清楚哦 它是一个quad开头 那B动词用哪个字呢 主词是telephone number 它是第三人称的单数 所以动词用哪个字呢 用is what is 谁的呢 rosis 这个地方是rosis rosis 什么东西呢 电话号码是telephone number telephone telephone number 巨尾加问号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答案是什么 what isrosis telephone number 好 这应该要往下降的 可以哦 what isrosis telephone number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题的地方 第四题 好 看第四题 他说 is your brother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你的brother是一个 juni high school student吗 你的 弟弟或哥哥是一个高中生吗 是一个国中生吗 junior是国中的意思 他就用no来想打 那记得哦 这是一个B动词开头的问句 他的回答应用什么 不是用yes 不然就是用no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发重点 所以你看呢 他说叫你用no 好 我叫no不是的 那老师建议你呢 你只用代名词回答 是最简单的 your brother 他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是用she还是he呢 用he的很简单 no he is not 老师建议这个地方 你就直接缩写就可以了 no he isn't 不 他不是 那后面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想打回来 他是一个什么 he is not he is not he is not a junior high school high school high school 怎样子呢 student 不 他不是一个国中生 no he isn't he is not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你要记得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文法概念 如果是逼动词的问句 他的回来的时候 不然就一定是用yes 不然就是用no 这是最基本的英文的文法概念 你要记起来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五题的地方 我们看第五题 你看到他说 in the brown box coming books this are 所以你可以清楚说 这些是漫画书吗 在这个棕色的箱子里面是漫画书吗 事实上呢 这个句子本来是this are this 这主词是复述的 this are propropro的 那如果这个句子要改成问句的时候 那个文法的重点呢 只要怎样子 主逼对调 句委加上一个问号就可以了 所以可以很清楚啊 这个变什么 are this 这些是are this 这些是are this 怎样子呢 coming books 这些是漫画书吗 are this coming books 这些是漫画书吗 are this coming books 后面呢 有个修士 来说明说这个books在什么地方 后面只要造写就可以了 in the brown box 然后句委加上一个问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再强调一次 这边有两个文法的重点 就是说this 这些 他当主词的时候 他的逼动词是用复述的are 如果这个句子要改成问句的时候 只要怎样 主逼对调 句委加上问号就可以 就像这边are this 而且他复述的 后面in the brown box 就来说明这个books 到底是什么东西的 到底是什么东东的 ok 好 今天我们所讲的讲解的是 一到第五题 ok 好 大家加油了 拜拜 拜拜